政府自力密地建屋建设移居城市 财政司司长陈某波公布 2022-23年度卖地计划 共有13幅住宅用地 预计可以兴建大约8000个住宅单位 4幅商业用地就可以提供30万平方米商业楼面面积 卖地计划的住宅用地加上铁路物业发展 私人发展和重建 以及市区重建局项目 预计全年潜在土地供应 可以兴建大约1万8000个单位 至于短中期的私营房屋土地 我们会在未来5年 准备好大约103公斤土地 通过卖地或者铁路物业 照表为市场提供 可兴建超过57000个单位的土地 当中4成的土地供应 来自新发展区或者新市镇抗展区 另外4成来自其他地区的政府卖地项目 其余即是来自已经进入设计阶段的铁路物业发展项目 以上的数字并未计及市区重建项目 及其他私人土地发展项目 房屋供应方面政府已经找到大约350公斤的土地 兴建大约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可以满足未来10年大约30万1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需求 这33万个单位 大约三分之一预计在第一个五年期落成 剩下预计会在第二个五年期落成 至于私营房屋 估计2022年起计的五年内 每年平均落成单位超过19000个 较过去五年的平均数增加大约14% 未来三至四年 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潜在供应量达到98000伙 在近年新高 为加快流程善用土地 财政预算案引入多行改善措施 包括精简法定程序 缩短做地时间 即或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而随着多个大型新发展区项目推展 区内不少棕地作业 难免受到收地影响 政府委托顾问公司 调查投资意向之后 初步倾向在洪水桥和元朗密室地点 利用市场力量发展多层供下 以物流和汽车维修行业为主干 兼容其他用途和受收地影响的 棕地业务经营者 发展局将在明年公开照标 出售第一幅相关土地 另外 陈茂波建议再注资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 12亿元 推动建造业应用创新科技 又推出更多的宽面措施 鼓励採用组装合成建筑法 包括将可以获得的楼面面积豁免 由现在的6%提升到10% 并且提供相应上盖面积宽免等 政府会在今年中落实上述措施 鼓励採用纷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